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的影片是遲到的泳裝復刻池介紹 先說泳裝病嬌跟泳裝流向 這兩位在所有場合都用不到 已經很久沒看到有人用了 有愛再抽 接著是啦啦隊初音 限定角色和綜衛輔助兼範圍輸出 專武後的1技能對敵方全體造成魔法傷害 以及中幅度恢復自身TP 對面敵人越多 傷害越高 2技能以自身為中心 對範圍300內的友方單位中幅度提升魔攻跟魔爆 1技能開戰後提升自身魔攻 最後是U冰 對全體敵人造成大幅度魔法傷害 自身進入睡眠狀態 睡眠狀態下需要被直接攻擊打中才會醒來 不然就會一路睡到戰鬥結束 啦隊初音的技能施放順序 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啦隊初音是競技場角色 夜裝備建議穿畫面上這三件 沒有粉裝的話就穿這三件金裝 四星粉裝以上會比五星金裝好 要用的話 強烈劍藥 等級突破跟滿磚 啦隊初音很吃火力傷害 有時候火力不夠 打不死人會輸 啦隊初音的特色是開場出動會用非常快的速度施放1技扁人 這個傷害痛到爆炸 台版目前幾乎沒有技能可以保護隊友不被這招爆打 滿練度的啦隊初音配上泳裝咲戀可以開場移動秒掉的角色 包含 啦隊初音自己 新年凡希 公主黑貓這些 這個讓啦隊初音在競技場有很棒的發揮 是一動秒殺隊的核心角色 這邊放一場實戰給各位看吧 對面是房西酒鬼莫妮卡艾梅斯碧的防守隊伍 我方則是用吉塔 啦隊初音 泳裝咲戀 新年凡希 黑貓去打 開場對方沒控我 我方角色一輪UB過後 對面就倒光了 移動秒殺隊的活力很猛 只要沒有被妨礙 對面吃滿一輪UB的話 基本上都會倒 再3v3盲打的勝率還行 移動秒殺隊台版現在沒有黑貓專二 我會建議用六星初音 而移動秒殺隊後面會遇到的問題是 台版3月 萬聖美孝專二會實裝 萬聖美孝開場會用很快的速度 大範圍加防跟開魔法盾 施放速度比啦隊初音還快 是非常克制啦隊初音的角色 只要出動秒殺隊撞到萬聖美孝 勝率就會暴跌 不過我日版目前還有在用移動秒殺隊啦 只要不要撞到萬聖美孝 勝率還行 關於移動秒殺隊要怎麼用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我以前的影片有做過比較詳細的介紹了 如果還想要了解更多的 可以點影片下方資訊欄連結去看 結論 競技場玩家 賺夠必抽 戰隊戰玩家 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還沒玩等個新手 想要打競技場就抽 不想打就賺很多 可以抽來玩 接著是泳裝望 限定角色的中英物理輔助 一技能特大提升我方全體物攻 中幅度提升我方全體雙防 小幅度提升TP上升 以上效果都持續12秒 二技能中幅度提升我方全體物攻 持續12秒 小幅度恢復全體TP 一的技能開戰後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UB 小幅度提升我方全體物理爆擊傷害 持續18秒 對眼前敵人造成特大物理傷害 泳裝望的技能施放順序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她是個比較慢熱的角色 要到開場第七個動作才會第一次施放2技 循環中2技補TP的頻率很頻繁 但就是要暖劑一陣子才會開始幫大家補TP 這個角色的特色主要在幫大家補TP 假TP上升 還有最重要的是會加防 有蠻多Boss需要泳裝望的加防才能活下去的 在實戰中如果不小心斷到加防 有可能會死人 那麼泳裝望後續還有多少Boss有上場機會呢? 我看了一下 有上場機會的Boss大概三隻 第一隻台版下個月的舞王梅杜莎 泳裝望有出現在物理隊半自動傷害最高的隊伍中 約4500萬 不過梅杜莎用法隊打 半自動約6400萬左右 贏了物理隊2000多萬 沒有什麼特殊理由的話 應該不會想用物理隊打 第二隻是台版二月的舞王肥宅大衛王 這隻王傷害最高的手動 半自動跟全自動都是畫面上這隊 手動約6000萬 半自動約5500萬 全自動約4800萬 如果沒有用泳裝望用別的隊伍打的話 傷害就會暴跌到剩下4100萬左右 所以要打大衛王的話 泳裝望是躲不掉的 不過這隊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就算有泳裝望 有些人可能會缺探險熊錘或是泳裝美美 探險熊錘台版下個月會出常駐自選券可以補 美美的話沒有抽就沒辦法了 各位自己評估一下吧 最後是台版三月舞王蝎子 這隻王傷害最高的隊伍有兩種 畫面上這兩隊手動傷害都在5900萬左右 物理隊那邊有用泳裝望 到時候手動玩家會打物理還是魔法 會考慮到這兩隊的手動難度跟三隊要怎麼配 手動部分我沒有打過就不評價了 三刀要怎麼配的話 我大概看了一下 這兩隊跟其他Boss的隊伍最多都卡兩個角色 還行吧 沒有到特別卡 我看起來是兩隊要出哪隊都行 以上三隻Boss就是泳裝望在復刻後有上場機會的Boss了 偶爾會用到不過不算是特別重要的角色 結倫 戰隊戰玩家建議要抽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不夠GEOPASS 專屬等級的部分 資源夠的話就直接滿吧 比較不會出問題 資源有限的話可以先30磚 大部分刀30磚都能打 然後每個月都用大師幣買碎片 如果遇到拿刀要滿磚的話再生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GOODBYE